二手交頭轉旺 業主便得深紅 沙田第一成一個三房單位 原定本月初以615萬元沽出 最近業主卻賠定不賣並封盤 涉及金額 餘30萬元 另外 上車客也加快入市報伐 體留一年後 中織資560萬元買入東沖南天海岸一房戶 作價較半年前平60萬元 中原地產資深區域營業經理陳敬天指出 沙田第一成本月至今站陸26宗二手成交 對比去年12月同期僅10宗 增加1.6倍 現時准買家入市心態已經由持買會平 轉位持買會貴 最近乾屋苑有業主賠定兼封盤 單位為8座低層列室 實用面積451方尺 三房間隔 原本在本月初以615萬元逆手 冊價13636元 為業主近日突然轉軚賠定 連同賠償訂金及雙方代理佣金 涉及金額約32萬元 業主把單位封盤 先觀望後市再作打算 至於該名買家還在市場物色單位 暫未重新入市 中原地產高級分行經理黃文斌表示 藍天海岸三座中層F室 實用面積388方尺 一房間隔 開價580萬元 一名以體樓一年的上車客 建近期大市回穩 入市信心增強 加上現時樓價型低水 顧加快入市步伐 以560萬元承接上述單位 赤價14433元 資料顯示 藍天海岸輪座5座同層F室 面積 間隔及座向相同 於去年6月以620萬元成交 最新成交較支平60萬元 或9.7% 原業主於2016年7月以391萬元 購入單位 持貨預六年 帳面獲利169萬元 單位升值43.2% 不過 豪宅仍持續錄得涉釀成交 市場消息稱 大角咀一號銀海一座低層理室 實用面積1568方尺4房戶 成交價4100萬元 赤價26148元 據悉 原業主於2018年4月以4618萬元 買入單位 持貨近五年 賬面競蝕518萬元 或 11.2% 賬面競蝕61800万元 作詞不斷 搬面競蝕61900萬元